在休息了一夜之后 本想去与道君道别 却听那刘老说道君已经闭关 于此他们一行人 便乘坐着飞船离开 往百川城天丹楼而去 数天之后 当飞船降落在百川城的城外 引来了不少人的围观 直到看到飞船上走下来的那些人 众人这才欣喜得到 原来是诡异 是诡异回来了 消息很快传开 城中各大家族的人 在得知凤九回来后 便赶出来相迎 诡异与魔主一战 他们在这边已经得知了 如今诡异回来 他们自始要去迎接 然而他们消息快 城中的天丹楼当中的凤卫 消息更快 早于众人一步 来到城外接凤九等人 归天丹楼 而除了凤卫之外 还有苍蝇等众名实力强大的修士 他们亲一色的悬衣 由苍蝇带着队 并排而立 队友从城门外 排到天丹楼的楼前 恭迎主子 每一道声音都夹带着强者威亚 那声音一出 整个百川城的天空 都在回荡着那恭敬而响亮的声音 众人一路走 几乎是在周围众人的目光中 走完这条路的 随着他们渐行渐远 靠近天丹楼 后面的那些修士 也在他们后面紧跟 步伐整齐 队伍训练有素 看到那些家族的人 双眼发光 心头激动 天丹楼那里 得知他们主子回来的众人 也迎了出来 由杜凡冷华两人带领 站在楼门前迎接 直到 看到那一行人当中 为首的一抹黑色身影 以及耀眼的红色身影 一起迈步而来 他们不由露出笑容 灰狼与影衣也站在天丹楼楼前 只是当他们看到许久未见的主子 也归来了 不由兴奋起来 主子 冷华杜凡及凤卫等人 恭敬地朝凤九行了一礼 凤九看着他们 这阵势 都谁安排的 我们一回来 居然弄出这么大个阵仗 仿佛唯恐别人不知 我们回来时的 主子 是我安排的 苍情在一旁说 他看着他 这片大陆的人 都知道主子与阎主 大败魔主 都想一睹两位的风采 所以 在得知主子回来的消息后 我便让他们准备了一个迎接 行了 让他们都散了吧 是 凤九扶手对苍情说 进入了天丹楼 苍情打了个手势 便见外面的修士 一跃而起 往天空中 云层而去 只剩下少数的修士 守护在天丹楼周围 尤其是